在台湾 国内 金主席 警察 是要也是找警察吗 是 在法国 法国真的不礼貌 不礼貌 如果跟邻居 对啊 有关系问题 你会找他们说 对不起 你们很吵 我要睡觉 那我就ok啊 如果跟警察 他们真的 就知道这不礼貌 这不礼貌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在台湾 如果有邻居的问题 他們馬上打電話給警察 他們是自己先要自己去解決 不能先打電話給警察 可是有一種很危險 萬一他就是一些黑幫分子 然後他很吵 你去跟他說拜託你小聲一點 然後你一槍被打死怎麼辦 對啊 在美國是可以叫警察的 你的鄰居啊 就是你的房子 你的鄰居 所以應該認識 已經認識 所以我一年 這兩年以前 新年的時候在家裡排隊跟朋友 半夜一天 驚嚇過來說 你的鄰居說你們太錯了 可以管音樂 那我知道為什麼 第一個是我們新年 法國 美國 我們都會做很大的排隊啊 對 但是到台灣一年的時候 十二 十點半不能開音樂 你可能新年沒辦法 但中國新年可能就可以了 你就是沒有邀請你的鄰居一起來啊 對 對 對